汪明荃這天作為主席出席百和會館會員大會 跟大家報告這三年來會館的不同工作 今天都是理事會選舉的大日子 Lisa姐有沒有信心再次當選主席呢? 其實我想都應該有些信心 因為這幾年的確 我也要多謝百和會館這麼信任我 給我有很多機會為會員服務 以及幫助會去提升 現在這個時間 我覺得如果我走了 又好像不太負責 所以我會再幫一幫 一直都好潮的Lisa姐 不但引起了Walk Attack的熱潮 日前還創先學 用Live的形式來表演粵劇 以後會不會成為粵劇的新趨勢? 我想長劇應該不會 因為始終畫面都是小的 你如果看電影 當然要看真人現場的演出 終於現場佔中 是的 因為錄影 鏡頭會遠很多 還有現場的效果 所以很快 希望回復正常 大家可以進入劇場去看電影 然後再看電影 待會 然後再看電影 然後再看電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